A.S.C.P. 4062 Soggy Doggy 狮狮小狗 项目等级 Safe 特殊收容措施 A.S.C.P. 4062 应被收容在一间标准全科收容室内 需配备有一张大号狗床 一个食物碟 一个银水碗 每天应给S.C.P. 4062 喂食600克的干狗粮 并有指定的群犬师带去散步 在不受控制的情形下 不应将S.C.P. 4062 进入水中 以防蒸气爆炸 描述 S.C.P. 4062 是一只雄性乌克兰牧羊犬 高64公分 重48公斤 除了几乎不会衰老以外 S.C.P. 4062 在不被弄湿的情况下 无任何其他异常特性 一旦被弄湿 S.C.P. 4062 会持续抖动身体 直到皮毛完全干燥 当被液体部分覆盖时 其抖动频率 随周边的液体体积 呈指数增长 当被完全静默时 S.C.P. 4062 的快速抖动 足以使水 在长压下沸腾 在此状态下 S.C.P. 4062 不需氧气或食物 且显示出 对于高温高压的异常抗性 当前未发现此抗性的上限 一旦液体完全蒸发 且S.C.P. 4062干燥 它会停止抖动 恢复到非常地习性 若S.C.P. 4062 无法使周边液体沸腾 或蒸气被冷凝再回圈 使其一直被静默 则S.C.P. 4062 会无限地抖动下去 傅鲁伊 于1983年8月29日 若干苏联潜艇船员被感染后 基金会夺取了一艘苏联海军705型天晴座 攻击核潜艇K.406 并随之获得了S.C.P. 4062 当将潜艇长置上浮并搜查 时 发现船体内的反应炉 并不是其他705型潜艇的 清冷快宗式反应炉 而是采用一种未知设计 解体时发现S.C.P. 4062 在反应炉内 用来产生反应炉气轮机所需的升起 未发现 的痕迹 随后的彻底审讯中 判定K.406的全体船员 除一名工程师 Andrei Aleksandrov 下称PoI.4062-13 外 都完全不了解他们所在前艇的 异常能量供给方式 PoI.4062-13 被其他船员和苏联派往基金会的使者 称为海军核工程师 但他自己却坚持表示自己是一名全科工程师 和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全科物理和工程学专业 1975年的毕业生 鉴采访纪录4062-13 PoI.4062-13的主张仍未经证实 除PoI.4062-13 人寿基金会激压外 K.406全体船员 于1983年12月17日 在接受机器删除后 被遣送回国 K.406存放在赛 的船屋内 已证实使用PoI.4062-13 提供的文档材料 能够生产额外的 能利用S.4062的反应炉和控制系统 这些系统跟从潜艇K.406上回收的一样 本身构造并无异常 仅仅是利用了S.4062的异常特性 PoI.4062-13坚称 S.4062是一只普通的狗 创造额外的S.4062样本的尝试 已失败狗中 其复制体和后代 都会展示出任何的异常特性 安插在苏联和俄罗斯政府的基金会特工 也无法获取关于 全科水蒸气反应炉 或全科工程专业的任何额外资讯 附录2 采访记录4062-13-2 被采访者 PoI.4062-13 采访者 Dementiev博士 前言 下述初步采访进行于1983年9月30 目的是判定S.4062的起源 及其与PoI.4062-13的关系 记录开始 跳转至零时8分17秒 我毕业于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的全科物理学和工程专业 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们觉得海军全科工程师很奇怪 Alesandrov先生 根据你们政府的合约 你是一名核工程师 毕业于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的核子物理学和工程专业 我不明白你说的这个核是什么核 Yekna Nuclear 你在一艘天庭座供给核潜艇K406上工作 你帮我弄糊涂了 我的潜艇K9-68是ABCA級的 由全科水蒸气反应炉提供能源 为了防止船体破裂时发生爆炸 而进行了加股 非常标准的技术 不是吗 不是 你不知道全科反应炉 和美国的紧张局势全都来自全科技术 全科反应炉 全科炸弹 全科导弹 全科炸弹 导弹 是的 两个国家现在都有很多这种武器 地缘政治局势非常复杂 让我们之后再谈这个 你应该再解释一遍 为什么一只狗能让谁沸腾吗 是基础物理学 像我画张图 以上就是SCP-4062 简单来说SCP-4062是一只狗 当进到水中时 会快速得动食水沸腾 SCP-4062带来的能量 足以驱动一台潜艇 从文中可以得知SCP-4062 可能是来自一个 以全科能量代替核能的世界 我个人还是蛮喜欢这个SCP的 荒谬的很有趣 这支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 记得帮我一个喜欢 希望我做什么SCP或主题 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